因为这边 我们刚刚这一题 同学有提的问题还不错 那我这边输出是OK的 就最高分跟最低分 这边没有出错 但是实际上 可能会出错 就是说因为 这个最高分最低 Skull里面它还是放四串 对 那如果说你用四串 用mini跟max 其实它就是用四串 不过很奇妙 它居然是对的 所以我刚刚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可是有些同学是错的 所以应该是怎么样 应该是读进来的时候 我们就先把它全部转成 那个字串变成那个整数 再把它存回去 这样才OK 一楼永逸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 你只需要改一个地方就OK了 把它存回去 那其实这边的话 我们本来是累加 所以你这边的话 其实我们刚刚累加的时候 你就可以干脆怎么样 把它读的过程当中 我就不要 本来用那个sum不能用 对不对 那我们不用这一招 其实你可以换一下 就是把那个 total这个前面这一串 干脆就把那个什么呢 这个 这个放前面 这个放前面 int之后的话放后面 OK 意思就是说后面帮我转型之后再存回去 就是盖回去原来那个位置的意思 所以这个就是修改创列里面的资料形态 那他跑个回圈嘛 所以他第一个会先把那个score里面的第一个的话 他的成绩是95的自创 然后把它读进来转型之后帮我拿存回去 就变成是一个数字了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只要把这个跑完之后 那底下我先不输出好了 我先把它注解掉 这个也许底下先注解 那我们把它这样 这个地方改 应该可以看得懂吗 把int的东西存回去 变成他原来那个位置 有没有 该知道 这个地方的等号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后面的东西 赋予到前面去 转完之后赋予 就丢回去的意思 丢回去到那个位置 把它print一下 所以这底下 假如把这个地方转完之后 再print这个score里面的串列 刚刚看到的应该是 一个整数的串列 那你会发现 我把它存回去之后 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有没有 里面的话呢 就会是什么 没有前后的 有没有 单引号的一个串列 你可以看懂这意思 所以以后 如果你的 整个串列要全部 转型的话 用这一招最简单 当然还有其他方法 不过我觉得其他方法 可能还要另外再学一些其他 就是那个方法 所以我觉得这招应该最简单 直接跑个回圈 直接存回去就好了 OK 底下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不需要什么 不需要说这个地方 直接就可以用那个sum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把sum那个度解拿开 可以偷偷了 然后呢 这里下的话呢 就可以直接用mini 那个max跟mini就OK了 所以直接把它print的输出 结果 可能因为我刚刚没注意到 这样也可以啦 只是这样应该比较正确才对 OK 顺便讲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呢 如果说我今天第一个 把那个member放进来 第二个我要把它读到 我们的python里面的话 首先我先建一个 空的module 那这个module里面的话很简单 你就f等于什么 跟刚刚一样 这个很好记 open 挖虎 哪一个档呢 就是这个member 所以你就把那个member 档名跟副档名都要档 tst 然后后面的话读 所以这边把它读进来 OK 那读的话呢 你就怎么样 再来就是用一个东西去接它 我要全部 因为它里面是很多行 所以我用readerlines 所以你就是前面用一个list liste好了 等于什么呢 把那个f点readerlines 所以这边的话你就用read 刚刚是readerline 我们就是多一个readerline s 然后把它放到里面去 再来用print 把这里面的东西print出来 看看会不会OK 把它print 执行一下 不过可能会有个错误 什么错误 我们来看一下 他会告诉你 这个底下的话会出错 错误的部分 请各位看一下 他会提示你 unicode decoil 编码发生错误 原因就是我刚刚讲的 就是呢 因为我们这个档案是从Google那边下载 它是UTL8 但是我们预设的环境是微软的 所以如果不是微软Ansi的话 那你就要额外跟他讲说 你开档的时候记得 如果是Google下载的话 要跟他讲说 我那个档案的 他的那个encoding 他的encoding 这个地方可能要打一个 跟他讲说 我那个编码方式 encoding等于什么呢 双引号 跟他讲说 那个是UTF 一杠8 OK 就多一个有没有 刚刚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意象 我们刚刚在那个另存新档的时候 这边打开 这边另存新档的时候 就会有个那个编码 UT就是这个东西 UTL8 他就不会算 所以 这个地方如果你没有做的话 可是你想说 老师什么时候需要加UTL 什么时候不需要 你就另存新档看一下 如果他编码是UTL8就要 如果Ansi就不用 就是这样而已 OK 那也就是 这个判断就大部分就是 如果是微软产生的档案就不用 但是不是微软产生的就要 大概可能会是这种情况 这个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其实也很好辨识 他主要是出现CP950 你就加一下就好了 OK 那么来试一下 这个时候 刚刚不能开 对不对 你就加一个encoding 然后一样realize 把它刷码出来 看不不OK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就 刷码就有了 而且没有错误 但是因为我们是 把它用realize 特别说realize 它其实是把东西 一段一段的怎么样 放到一个串列里面 OK 所以你会发现 你看到的结果是什么 这个东西 后面加一个换行符号 有没有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member里面的这个 然后第二个什么呢 再来底下这个 这个部分的话 底下有没有 这边就第一个人 换行符号 这边有一个 然后再来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不是要把它 读到底下串列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样 底下呢 跑一个什么 跑一个回圈 那回圈的部分的话 就是什么 把这个list1里面 这所有的东西 一行一行的 帮我print出去 有他有印象吗 我们可以什么 写一个for回圈 for什么呢 这边的话呢 你可以用for i enrange 或者是说你可以 一曲也可以拿for enrange 假设我今天的话 我把那个里面的东西 第0个到最后一个 就是LEN 它里面的那个list list1 然后呢帮我一个一个 把它print出来的话 你就print 有没有 printer什么呢 把那个list1 这个串列里面的 第几个呢 你就这边的话 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中瓜糊 有没有 第i个 看得懂吧 把它一个一个print出去 我们来试一下 所以呢基本上呢 它就会帮我把一笔 一笔的print 不过可能会有个问题 就是说 它里面最后会有一个结尾 是一个换行 反斜线N 我们先讲 反斜线N就换行嘛 那可能会多一个换行 所以把它print一下 诶 有没有发现 资料出来了 但是 它会有一个 我们不想看到的 这个就是 比如说这个地方 一个换行 两个换行 因为print本身就一个换行 那我们后面又一个换行 所以呢 有几种解法还记得吧 如果不要那个换行的话 要不就怎么样 print不要 换行 逗点加什么 end 有没有 等于什么呢 双以后 有没有 就是print的时候呢 不要帮我输出换行 如果这样的话直接输出 看一下 诶 有没有看到 这样就OK了 输出结果 至少第一阶段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看到里面所有的资料 帮我print出来 OK 但是现在这个还没有结束 这只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的话 待会我只要两栏 姓名跟手期就好了 现在有五栏 我只要两栏 怎么做 只要两栏 OK 第三阶段呢 我只要十个 十个人的资料就好 前十个 编号一到十 这个当然就取资料 所以读完之后 怎么把它列印出来 把它丢出来使用 另外的话抓你要的资料 这个部分请各位先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读取那个会员资料 并且把它列印出来 print出来 另外就是说 不要换行 不过不要换行的话 除了说 用那个enter 就是去除那个print的换行之外 其实另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 我可以把那个反斜线N拿掉 这要怎么做 待会我们再来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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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